凡迪刚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11月24日在清晨弥撒中表示 教会如果谦卑和贫穷 他就忠于基督 否则他会受诱惑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光 而非那源自天主的光 在当天的福音中 耶稣看到一位寡妇向奉献箱 投入自己仅有的两文钱 富人们则他摇大摆地投下他们的一大笔余钱 教宗说 教会如果谦卑贫穷承认自己的不足 就能保持忠信 教会说 我是黑暗的 我身上的光来自上主那里 这对我们有益 让我们祈求这位寡妇 她定以荣登天国 祈求她教导我们做这样的教会 奉献自己的全部 不为自己留下丝毫 全部献给天主和敬人 秉持谦卑的态度 不以自己的光为荣 却始终寻求那源自上主的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